本土、民主、反共 保留政治、民生起義 myradio.hk 建國研習班,主持鄭松泰,跟文智 我回到第二次建國研習班 今晚就說一說冷戰思維 究竟這件事如何跟我們今天 尤其是關於香港政治有甚麼關係 我忘記介紹這本書 這本書其實上集我口頭上提過 就是那本《培職會初號記》的《台灣新研發》 這本書是2004年嗎?2004年、2005年的書 其實是一個群察會舉辦的學術會議 跟著所有學者的遠傳就緝成一本書 現在大家有印象的 這就是劉慧卿當年台灣被人說 台灣人民尊重台灣人民 他支持台獨 他自己決定被人扣帽子 當時沒有人肯支持他 除了動品之外 是啊 是啊 但是這本書看回頭也很有意思 我們要拿來參考 要拿來參考 其實是期許陳水扁政府會在餘下的任內 可以收到獻 當然最後甚麼結局 就是人家的小手不小 可能他沒有去想到可以制限獨藍 因為尤其在這個過程中 關於公投法在台灣真的落實了 但是其實公投法的門價很高 公投法是一個了農公投 即是給人們評價台灣人說 無論是成功門檻和申請門檻 這兩件事來的 有機會之後再說 但是這裡我看到裡面的目錄 是有參考各國經驗如何制定新建法 中東、中歐、東歐、捷克、法國、日本 這本書也挺有趣 這本書也挺有參考價值 這本書其實要拍好 我們之後研究一下 當然會有 投影這本書的成功是否在這裡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初號機新建法 群賊會 難怪被人說台島 但是拿 但是在英文Office的書架上拿 是啊 這本書 好了 我們剛才有一點要補充 因為資料上我們跳了一點 跳了一點 其實我講Curman的本書 第四個篇章 他講到美國國務院的分歧 他講到坎嵐和艾奇遜 他的分歧就是就著這個開門戰 他圍堵體系要圍堵什麼 那條線要畫到哪裡 坎嵐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因爲整個圍堵戰略是他取得出來的 他當時用X的筆名 在《Following Affair》這本雜誌出了一篇文 就說要圍堵蘇聯 但其實他那條圍堵線很保守 他的理論是這樣 因為世界上有五個工業中心 美國、英國、德國、日本和我國 其實西方制定已經有四個了 他覺得共產主義的威脅不是那麼大 只要其他四個工業中心 不要落入共產制定手上 根本西方制定可以穩坐跳而選 他覺得守住這幾個地方就可以了 但是去到艾奇遜就比較激烈 後來他覺得甚至是他取得了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68號文件 全世界各地要派兵 甚至有些地方要派軍事顧問 這個體系是他取得出來的 即是前者的就是他在考慮經濟上哪些地方 守得比較好 守住最重要的地方 守住所謂經濟大國 他只要是跟美國是一個同盟國的關係 那就可以沒有問題了 但是後者又覺得他不是 要更加進一步的 就是不理你究竟是什麼 總之的就是我們是要有自己的 Spy 又不是Spy 要建立一個更加穩固的維土網絡 如果這樣說我其實現在是犯著後者 但有一部分後來就是變成後者 其實這本書有些東西是說漏了 艾奇遜其實他在1950年1月的時候 他是跟一個國家記者協會的 應該是一些類似午餐會之類的 他講了一段說話 這段說話經常被人說 他是要為這個韓戰爆發負責 因為他講了美國在太平洋的防線 說先在阿拉斯加隊出了阿諾辛群島 伸進去日本 然後就去了阿諾球 然後一下子就去了菲律賓 而這兩個東西 他沒有include到南韓和台灣 我明白你什麼意思 其實今天經常聽到這件事 覺得可以閃電搞定南韓 然後美國會承認這個既成事實 也有一個側面說 為何馬虎阿瑟是中間判斷錯 而這件事其實挺有趣的 其實歷史後來是相當重現了 因為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 其實最初是為了轉塔石油的事情 是一些糾紛的 那時候美國駐巴格達的大使 其實是說了一些話 說這些其實是你們兩個國家之間的事 這又變成了一個錯釋路 但兩件事其實很詭異 好像是一個陷阱 當然這些是屬於神秘之事 以及奇奧研究成的法律 所以我就不會在這裡深入講 因為你說菲律賓 在二戰之後 他一流球一流去到菲律賓 他跳過台灣 對,他有跳過台灣 但這件事其實是跟 Crumling那本書後落 搞錯了 我剛才說過的範疇是第八章 然後再說回第四章 其實跟麥卡錫主義和美國學術界有少許關係 在美國學術界的麥卡錫主義出現 就是一群左翼的分子和主流的美國學術界 其實他們是同情共產黨 亦都非常討厭國民黨 同情共產黨非常討厭國民黨 因為他們會覺得國民黨是新自由主義的腐敗 不是新時代主義,是保守主義的腐敗 對,保守主義的腐敗 對,保守主義的腐敗 自由主義的腐敗 但就這一點的話 我們說什麼可以說 陳光興 沒有這麼快到處去 因為學術界 第四章說到有趣的事 就是講了一個學者叫做Owen Litmore 其實那個是一個學樂牌師 而他是麥卡錫主義的腐敗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後來 那時候美國國務院去到的時 有些亞洲事務 他會問這些東亞研究專家的意見 他曾經去到49年 那時候國民黨已經兵敗而刪斗 問過一個東亞戰略的意見 他給了Advisor說 其實東亞其他小蔣介石也不足夠 其實東亞其他小蔣介石也不足夠 其實為什麼 其實50年一頁他講了這句話 他講的防線 不認酷的南韓和台灣 是有少少跟這個人一樣 後來麥卡錫 後來麥卡錫拿了這件事 大作文章 說這個人是親共的 他是叫我們放棄他自己的物質 我們是一萬有的 其實那個形勢就是 因為他當時有一些學術界的智囊 說一個說法 就是台灣和這個 特別台灣這一刻 和南韓這一刻 沒有得救的意思嗎 因為沒有得救的就是 他們其實是跟這個保守主義 是負負負負負負責 其實是政治高壓 你看看前一兩集 我們講最初南韓是什麼樣的政權 其實他說的話 又不是錯的 又不是錯的 因為你看到南韓 他一戰後之後 他當然是在韓城盜察人民 其實這件事很有趣 如果我們懂得聯繫到 如果大家在一個批評中共的陣營 有一本書是我們經常都會引用的 那本叫莊嚴的成郎 就是笑族的時候 將《新華日報》的社論 全部緝成一本書 而這件事是非常有趣 而近來有一個 美國和中國通 他本來是親華派 但是他近一兩年就修正了整個說法 那個人叫白邦瑞 他寫了一本書 《百年馬拉蟲》 《百年馬拉蟲》 這本書現在香港有很多大小書 有很多大小書 有很多大小書 你可以去打書仔看 《百年馬拉蟲》 他那時候最慘的一件事 就是他很相信中國經濟起飛之後 沿海發展 然後內地就會發展 然後中產階級 然後就是中產階級 然後就是和平演變 對,經常都會說 這是Liberal Myth 就是在他們眼中的一個自由神話 而你如果沒有時間看完整本書 其實這個台灣網媒封傳媒 是上中下的一個摘落 其實中團那段很有趣 他簡直寫得像《間諜小說》 我沒有看台灣的摘落 因為我自己看的時候 他講的是尼克遜 即是基辛格訪華之前的背景 我看的是英文書評 英文書評裡面有說一件事 其實美國什麼時候開始變 尤其是Michael Phillips 他在大前年 一、二年 好像差不多的時間 就明顯態度上是變化 而且他自己 最慘的是他只是寫文 或自己confess 是自己看錯的 即是他說自己 我本來就是一個Panda Hugg 是啊 即是這個是美國的 右翼媒體 用來爺語親華派 爺語親華派 性質性有點像我們說笑左膠 差不多 是啊 但這次又不是很大 你厲害 去到現在的年紀 他突然間自己 一下子都推翻之前 自己二十多三十年的看法 其實你現在跟現在 強國的外交政策有些關係 其實他的立論是這樣 我覺得是少許發財 他說其實中共1949年建政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一百年的計劃 他說好像跑路阿拉松一樣 我們要扮弱者 一方面可以 短期可以騙到蘇聯 給他搖撞我們 長遠時機成熟的話 可以跟他翻面 然後再壓力 然後騙完蘇聯 騙美國 總之他們被搖撞 即是等他們被搖撞我們 去到終於有一天 我們 即是中國就可以變回了世界大 變回了天朝 他呢 我覺得這個說話很少發財 但是他講法扮弱者 這個點子 其實從《新華日報》那時候的寫論 是很大關聯的 其實是 其實是 為什麼那時候 《新華日報》 為什麼他寫了這樣的寫論 其實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 在抗戰的時候 其實蔣介石寫了一本書 叫《中國的命運》 那《中國的命運》 其實最大的立論就是 中國的國情 是跟西方不一樣的 我們不可以照西方民主那一套 而這個立論 是否帶大家很熟悉 當然很大的諷刺 其實現在這套的理論 中共全部接納了 還有 他那個《九法》 譬如現在是說 為什麼大家經常提到 是2047、2049 就是 其實很多 你可以說這些是陰謀論 但是 你看看他那些社林 歷史的民田 又好像自成層 就是說 在1949至2049 這一百年 就是整個中共 如何計劃自己的一百寮王朝 尤其是 最初的就是 如何使用八年子玉 就是希望一百年 告訴大家 他可以再次成就 一個世界大國 即是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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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世界大一大國 所以我們不需要 即是香港的一制已經不需要 即是 其實是幾次 但當然 在這個期間裏面 其實一直以來 萬弱者扮西化的部分 其實是困到 即是這件事 是困到整個美國 亞太研究學界 你不要說什麼 如果你看歷史 在這個83年 對不起 新華社 新華社社長 許家團 去訪問會點 香港這班 那班人 當年的做法 是否等同於 好像一個弱國 或者是 趙紫陽回信 給中大學生會 是的 這兩個是很打動人心 其實中共一直是懂得 玩得很熟 當年 你看看片段 許家團 去拜會香港 香港這班 年輕人 港大這班 年輕人 是走到上門 然後乘的士離開 即是 那個親民的程度 你想想 對於這一代的香港人 即是那一代 劉拉強 那班 那班 很大的榮耀 新華社的社長 許家團 下來 然後是因為 你會點第一周年 是這樣的 但是看回頭 這些是 真的像層層 不過我也不知道 對於我們來說 而有趣地 上個禮拜 有一宗 中共官場 一個超級大八卦 竟然有一封 匿名訊 在一個外圍的官方網媒 出來 要求習近平辭職 而有趣地 其中一個人說 你在港台一國兩制 和外交的問題上 你偏離了鄧小平的道士 結果現在搞到四面受敵 這個其實 你說的八文立馬 我發覺這個佈局 可能是因為習近平 自己的宣傳和教育 令人們都相信 我自己接觸得多 因為那個新毛澤東主義的興起 其實聲稱為新毛主義 新毛主義也加了極點民族的色彩 為什麼呢 因為我那時候讀書的時候 剛剛那期就是2006年 2007年 知道奧運正在 他們的國家 經過50年 因為差不多 在49年之後 去到2008年 即30年 改革開放30年 再加上之前的十多年 他們不想看 差不多50年 後來我附近有一個室友 很阻礙 很阻礙 整個人都是毛澤東在世 那個誇張的程度 整間房子 全部都是毛澤東主義的書 而且他會認為 接下來中國走那條路 他完全否定胡溫的路線 他覺得 要有一個新的強人上台 之後 要中國有能力 取代美國 成為世界霸主 再次 將毛澤東思想 推向一個走勢 就是說 他們要有一個 世界的共產主義出現 類似這些說法 但這件事 其實你現在看到的 其實習近平也有少許 那些味道 現在我覺得 我們有些慶幸 我覺得有些慶幸 就是露出馬腳 其實那一封匿名術其中 他隱喻鄧小平路使 鄧小平路使 鄧小平路使之後 其實他講了外交十幾次真言 但他中間有八個字是最重要的 韜光養悔 決不當頭 但他現在是忍不住 忍完那一刻 他教了一刻就自爆 他有幾百次真言 譬如說 任何一條路都是死路 如果不搞經濟是法治 不搞資本主義 不要說資本主義 不搞經濟是法治 不搞改革開放 任何一條路都是死路 接著就說韜光養悔 這一句其實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五十年大綱領 但現在其實去到習近平 一朝天子一朝神 他似是 我覺得似是大陸 我覺得 我不知道 我有感覺 我們其實為什麼要搞這麼多 或者在輪胎上鋪那麼多 就是要慎防內戰啊 大哥 大哥 你內戰 你內戰的時候 內戰應該我們站在哪裏 沒有理由 我們歸由中華民國 或者台灣朋友 所以本文潛水可以見美帝 我舉個贊成 你說 其中一條路就是見美帝 你內戰 真是內戰的時候 美國就會 雖然南韓女方正廳是一個 cosmary terror 但如果真的大亂 那一刻 我想也是要找美國韓國陸戰隊 還有他們 阿拉斯說把香港立刻自保護 帶來自保 而且最近他們的班人又瘋了 又說高鐵是用來運兵 但這些你講出來都令大家覺得好笑 不明白 但anyway 在那個看法下 這一系列的討論其實還未完 因為他本書剛剛出 剛剛逆中文 就是剛剛逆中文 2049 八年馬拉松 這本書他在早三四年出之後 其實在現在才在台灣和香港引起迴響 尤其在台灣 台灣現在是唱蕭書 這本書 而回到Crumman那本書的第四章 他講了Owen Littlemore 即是變了戰把之後 但他講了下一個學者 其實我們會很熟悉 那個叫艾伏鼓 艾伏鼓 而這個人他講了一件事 就是他做了一個理論 叫做東方專制主義 他這個東方專制主義是 或者叫東方水利專制主義 東方水利我不是聽過嗎 對 如果你看過黃仁宇的主作 就會很熟悉 因為其實黃仁宇是被這個人 在黃河青叉裏面有說過 他自主當然有詳細說過 但他所有的立論都是這樣 他說中國為何是一個大一統帝國 因為要治理黃河水 所以要抵禦北方的遊樂民族 所以要治罪和起長城 然後就出現了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的帝國鄉 我明白了 因為黃仁宇 他來講學術上的原流 他是和菲尼佩克和費正清 是不妥的 其實他和精神自傳裏面 有一兩章是說他在美國自學的血淚史 美國自學的血淚史 因為他的立論是被人邊緣化的 他不跟回費正清的親華 他跟了一個 其實在學界裏面 後來變成一個 反蘇共反中共的理論基礎的學者 他其實像是我們現在後期 是說 我們有個說法 大陸那個是以這個大陸中心論 香港有另一個看法 就是以香港作為一個海洋中心 是說香港的歷史史觀 黃仁宇在《黃河青山》的自傳裏面 有說到這件事 他和菲尼佩克在這個矛盾上 是覺得不應該再走親華路線 原因都是跟史觀有關 跟完全跟史觀有關 但其實就著這一點 怎樣會牽連到我們今天說的冷戰思維 即是要說到後面 因為後面有一點有說到 剛才提到的 就是這個東方水利主義 或者這個東方極端主義 而在克林那本書的立論 他就覺得 這種思維是一種切頭切尾的東方主義 沒錯 但有時候我反過來覺得 東方主義有時 變成了一種自我實現的語言 即是你看回 蔣介石寫的《中國的命運》 以及現在很諷刺 中共竟然將這一套 藍論傳聞接納了 其實是哪個自我實現的語言 他們自我東方主義 覺得我們這種文明 不適合民主 所以我們不要搞民主 尤其是有個說法 當年在八九十年代 台灣自我實現實現到這個地步 就是台灣整個學界 正經花了二十年 正在想怎樣把民主 自由的觀念本土化 當時是否叫做本土化 還是當時叫做在地化 都在用這些詞 就是嘗試在那個 因為他覺得 我們東方的社會 跟他們在文化上的起源不同 當然 有一點是因為Huntington的影響 後來就是Huntington的文化起源 然後就此會覺得 西方這些價值觀 這些普世價值 不能夠在那個地方 特別是華人社會 其實Huntington不是間接繼承了 藝復古的衣本 即是有一世紀的新版 結果就是八百花了二十年 八百花了二十年 在學術界又說 無論在心理學、社會學、 人民科學的範疇 如何將西方的概念 然後在文化翻譯 擺放在自己本土社會 而更加重要的是 因為蔣介石這套美意識形態 他遷復到遷台之後 雖然大部分中國的領土 都不是我們控制 但我們都是華夏圖統 而最後衍生到現在 綠營會有去中國化的心態 而這件事來到香港的政治 結果為何民族論 或港獨歸英那一派 會是想採納去台灣那套 去中國法論述 那套去中國法論述 還有大家有時在討論上 因為我們現在未有一個禁 首先說清楚 民族論也好 或是成國論也好 其實兩者之間 個別的論述 其實很多地方可以完善 尤其是民族論 我覺得是民族論 因為你看看學院 民族論那本書的時候 尤其是頭幾章 你一拍完就知道 當時我不知道 可能是學生 或者其實 當年的民族論 討論還未成熟 因為是三年前 其實裏面那個文章 你會見到很清晰 其實嚴格來說 是直接把Anderson 他那個 Emergent community 想像的共同體 整個大綱 然後 我不能說抄 叫做 無印 整個是淋到香港的社會 去寫 文族論開頭 那時候是有少許這樣的認知 為何我會更多 因為如果 建構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但你想 排拒畫下的因素 何謂香港的精神 可以是很黑色的東西 酒精面 聰明 聰明 那時候 香港是一個無根的民族 可以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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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其實 如果你說 問我 接下來的討論方向是怎樣 接下來的討論方向就是 民族論其實 壓緊而是說 所謂的 這個陳文老師有少許不同意 民族論 他們那班的民族論者 會認為他們是公民民族主義 成邦論 但是 他在成邦論論者 在民族論論者的眼中 以為成邦論是說話下文化 但實際上 成邦論是說 文化民族主義 兩者在歷史源流上 其實一直以來 在這五十年 五六十年 不斷在學術上 作爭論 爭辯 到現在也是 所以你說問我 我覺得 接下來我們要更加有營養的討論 爭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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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 爭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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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這兩件事是不加在一起的 但進入立法會選舉的變略 沒錯 我們不要搞這麼多政治 說多些民心問題 我們直接拒絕了這次選舉 告訴香港的幾個前途應該怎樣走 所以由此為何會 剛才提到冷治思維 其實冷治思維裏有一個核心 當時大家停滯了一些討論 嘗試不斷用陰謀論 一邊是正義一邊是邪惡 我也覺得這種看法太簡單 但有時候 張翠蓉或陳剛卿這類左翼學者的打法 他就覺得美國就是邪惡 即是陳剛卿那本書叫去帝國做法 他講一句話 去冷戰就是去美國法 他會覺得美國走了就是所有問題可以解決 其實他反過來 跟他意識形態的敵人根本是一樣的 一樣的 大家可能都是走向一個 冷戰是要兩隻手才可以拍到獎 兩個集團 就是兩個集體 所以你說問我的話 我覺得現在我們要搞清楚 我們是要反共 但其實我們不是在反左翼思想 怎樣這樣說 左翼思想本身都是有關於公義 自由 特別是由justice 和liberty 在整個社會民主主義裡面 其實是最核心概念 加上solidarity 很多時候大家只是放大solidarity 這個所謂的凝聚 即是整個族群的凝聚 將它視為一些民族主義 或者極端民族主義的在現 不是這樣 大學本身 亦都是因為這樣 為何會在這個論述上我們希望做得更加多呢 因為無論美國自己地方 美國本土也是現在開始出現這些論述 又來 我們自己也是 因為美國大選就是有這個論述 我看過現實班在今年可能偶爾會找一些機會翻查一下大選 今集就沒有機會了 但你一定會找機會 因為你今年不說的話 要等四年 四年我不知道是甚麼世界來的 而且今年也挺重要的 今年也挺重要的 你想一下 究竟是Berley贏 還是特朗普贏呢 Berley又不是一定說他一定贏民主黨的初選 雖然他是落後緊 但你不要加強勁他 因為希拉里其實是甚麼 即是他舉的那件事 可能DOJ是會起訴他 也不一定 似乎是 現在他揹著這個陰影 可能被捱著你是要奪取Berley贏 也不一定 所以Berley贏 又可能會跟特朗普兩個 即是一左右 左右大致都會變成 特朗普我每次見到電視上 他演說我其實是見到麥卡錫的影子 我看見麥卡錫的影子 你如果在Youtube看麥卡錫的影子 看見記者的片段 跟特朗普現在的影子 幾乎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要借私還文 如果是的話 你去到麥卡錫復興的話 你會做總統 他做總統 神經病 他還要做到一個地步 就是他不像以前那樣 是匿名 匿名去逮捕 或者做一個所謂的國德 涉嫌可能跟各共人 中共赤共人士的名單 當時有個名單是2006年出了一個報告 在美國出了一個報告 原來有差不多接近200個 190多個人 其實是150多個人 是覺得他跟這個中共蘇俄有聯繫的名單 但你看見特朗普那個做法 其實他不是用匿名的 他一分鐘放在台面這樣做 不過anyway 今天時間數下 我們不可以深入 但我們找機會 我們找機會 留回去再說 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個星期四 見鬼人集再見 Bye Bye